一个神秘的创造被上帝是没有尊备的 那么只是这些生命在很多地方是被污染了 他没意识到 他没有觉悟 所以什么是希望 希望就是觉悟 所以其实 你看到的世界 或者你能够体验到的世界 还有就是说你的世界吧 是来自于你的觉悟 没有这个觉悟 那就说什么都是白搭 所以就是我从您的作品中 包括看到您的访谈 还有一些书籍当中 也是有这个感觉 就比如说您在 其实我也是一个逐渐的在试图 在理解的这么一个过程中 比如说您对温川地震的这个死难者 还有包括其他一些事件死难者 就是一定要追究这个具体的人 他是谁 他的名字是什么 那么其实就是要最终要立足到或者说追踪到每一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特定的人的身上 其实就要回到一个最本质的这样的位置或者最本质的价值 实际上是这样的 我们为什么要问要追踪事实呢 因为事实实际上不仅仅是多少人死了 或者说这个国家每个人能挣多少钱 事实是我们在谈论自己的时候的一个自我的身份的定位 如果这些事实没呈现 实际上我们是不存在的 我们是一个模糊的一个肉体 这个肉体是要依靠我们的很多价值判断 我们的世界观来决定了我们是谁的 否则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是没有区别的 或者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也没有区别的 那么人类文明所做的所有努力 无论是宗教还是科学 都是一次一次的试图重新定性我们的我们是谁 那么如果你连一些基本的事实都不去问 那你所谓追求的理想 政治理想完全是谎言 对不对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 你说南京大屠杀有30万人 有名单吗 没有名单 这个多少人是哪来的呢 你说这个六四死了成千上万 什么血流成河 你有名单吗 你们这一群天天在嚷着 让这个事儿嚷嚷了30年以后 仍然拿不出名单的所谓的领袖 我觉得你们还是抽自己俩二贴子吧 真的是可以说是不要脸 那么这样事太多了 中国人是不讲事实 不讲事实如何讲是非 那么一天到晚讲的就是阴阳 比谁更黑 全是谎言 你反对的人和你一样 那你还不去死就算了 你反对什么 所以这些人我觉得很丢脸 中国实际上没有知识分子 因为没有追求客观事实的人 没错 其实这个也是就是一直在从您的这些作品中能够感受到的 就是不要去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其实表面的问题 那些政府的问题 或者什么组织的问题 那都是表面的问题 最根本的问题 其实还是人 人的问题 包括一个人和公权力的问题 那么也看到呢 就是您比如说对西方一直在对不同的这种公权力 或者不同的势力在做出批评 那您觉得对中国的批评和对西方的批评 您愿意把它做区分吗 还是说您认为根本就不需要复杂 直接回到根本的问题 说到底是没有区分的 是社会发展在不同阶段的问题 对吧 中国有巨大的官僚体制 西方也有巨大的官僚体制 西方有所谓的精英文化 中国也有它的精英 人群 对吧 中国也有有效的管理 在某些方面并不差 但是呢 它差是差在它的伦理基础上的差 就是它这一套管理 和它这一套东西是对人性的伤害 还是对人性的一个修复或者扶持 这点上是有巨大的差别的 实际上我们必须用这把尺子 就是人道主义的尺子 衡量所有的人和世界 好的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从我来讲 我觉得您已经就是我认为挺透彻的了 那另外呢 我想还回到刚才一个具体的问题 就是刚刚谈到这个弗洛伊德事件 这件事情 那这里面您对比如说华人在其中的表现 就是整个全球都在抗争吗 您对华人的表现有没有一个您的这种观察和 我其实没有观察 但是我也能够听到不少 我们说华人无非是说要么是在境内的人 要么是在境外的 是吧 而华人实际上在境外的又分 境内境外也分不同的文化的这么基础的人 对吧 所以说这个概念呢 我都不知道到底说的谁 但是我只能想象 是受中国那块文化影响比较大的一批人 是吧 说华语的吧 至少说这批人 境内的我连提都不愿意提 因为提他们实在是 为什么呢 不是说看不起他们 而是说他们不在讨论的这个范围内 就是你不能够给一个蒙着眼睛的人 去跟他下棋吧 你这样对他是不公平吧 对你也是一种侮辱吧 是不是 所以说你不断的说 你这个实际上他是一个残缺的这么一个信息状态 那么实际上我就根本忽略不计了 那么我觉得跟他们完全不做争吵 因为我以前还争吵了一段 在那时候我有博客在中国的时候 还是想把道理说清楚 说这个什么事都能说清楚吗 有话好好说吗 但是实际上这个当这个明显 这个是不允许的 那不允许咱们就说海外 海外的华人呢 那问题就更大了 因为他是在一个夹缝中生存 一方面是这个 他的故土专制 对吧 蛮横 然后呢 另一方面是西方社会的这种格格不入 那因为无论是他的价值观 也没兴趣 中国人对这个事没太大兴趣 中国人如果这条街上有一个中餐馆 对另一条街发生什么 其实不太就是没兴趣 说到底就是没什么兴趣 也可能是这个本身这个民族不是太具有侵略性的一个民族 是很弱你知道吧 就是他也没好奇心呢 他也没有这种 当然他的判断基本上都是实物的 因为他并不了解西方的政治 那么你在你不了解情形下怎么弄呢 所以说你看在这个 我也是从推特上这一小块自留地上看 其实对我来说是经常是斗闷子是在看 大多数的华人要么是这个铁川普的 要么是这个什么当还一时有一个姓郭的那么一个地赖 也在上面也是嚣张了一阵 当然现在当然是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骗子了 那么都是丑都是丑剧 那么无论是他们在骂这个